硕大的青铜圆顶,色彩斑斓的漆木器,古老庄严的乐器,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五王敦目考古挖掘现场,这些历史瑰宝主意展现在世人面前。 近日,借着走进五王敦目考古挖掘现场,考古团队正加快推进果式文物清理发掘工作。 这些出土文物在经过拍照、提取、编号、记录等步骤后,将会根据材质和类型送入专用的文物库房和实验室。 截至目前,考古人员已提取出三千多件各类文物,包括青铜器、漆木器、玉器和大量动植物遗存等。 在对外展示区域,我们看到了这次对外展示的九件文物,包括五件青铜器和四件漆木器。 首先,映入眼帘的是两件铜顶,一件为卧扭扭圆顶,其盖子与气身紧密扣合,底部残留物,疑似烟台。 另一件顶内则发现有猪骨遗存。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铜府,这是一种盛放食物的器具。 其口言处刻有十二字名文,楚王眼前坐著金服,以共穗长。 这一名文的解读,对于研究楚国的历史、文化以及王权的象征具有重要意义。 从这个文字的载体来说,有课的,还有像墨书写的,形式也比较多。 而且据我们请了专家来,古文字学家来指导嘛。 就是,他们还认为呢,就有一些这个,除了楚国文字以外, 还有比方说秦国文字,甚至是赵国,贵国的文字。 这个就是不同的文字体系,文字风格,都有。 这个虽然说我们现在,这个内容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它破译出来, 把它解决出来。 但是呢,从这么大,这么丰富的,这么大的量, 这么现在看来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嘛。 那么会给我们提供很多,有可能会解决我们过去很多不理解的事情。 此外,现场展示的漆木器同样令人赞叹。 漆耳杯作为饮酒器,杯身两侧的耳朵型手柄设计独具匠心。 而漆案则以其黑色漆面和红色彩绘的龙凤图案, 展现了楚国漆器工艺的精湛和审美风格。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, 考古团队还引入了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。 例如,将易浮变的有机制文物存入低氧面菌仓, 通过控制湿度和氧气来减缓其烈化速度, 对卓亦勇开展清洗和保湿处理, 利用丝蛋白技术对卓亦勇表面织物原味加固。 专家们经过深入研究讨论后认为, 五王敦墓出土文物的形制、文饰、组合等具有战国晚期楚文化的典型特征。 结合墓葬规模、结构、出土文字材料与文献史料等综合分析, 专家们推测五王敦墓主可能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列王。 发掘计划就是周边的,就是东西南北周边的这八个史嘛, 基本上大概在月底差不多基本能完成, 然后准备六月份就开始中史的发掘工作, 这个,这个,准备给它一个特殊的空间, 你也可以叫客户房仓嘛,就是放整体提取到那个里边去做这个, 把这个保护工作和发掘工作同时进行, 那个就会比在现场做得更加精细,效果也会更好。